所以我觉得在后续性外资的一些动作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算是这个低阶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两档金控指标真的不仅是落后大盘非常的多 甚至我们单就这两档个股的一个架构去看 其实还离年限非常的远 所以说第一个如果就指数的看法 我认为1万1应该是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再去做一个站稳的一个动作 甚至前稿11077以目前的一个资金流向来看 甚至还有机会再去做一个挑战